北美洲已经被超级猪占领了 这些难以消灭的杂交物种 从加拿大横扫到美国 就算当地人用无人机监测 做直升机猎杀 也依然抵挡不了超级猪的攻势 这些超级猪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国内现在野猪也不少 会出现同样的猪灾吗 这里是万五零 欢迎关注熊探长 带你探索有零万物 加拿大超级猪 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时的加拿大政府 为了发展新兴产业 鼓励农民饲养野猪 于是没有生殖隔离的野猪 与家猪结合 培育出了新型杂交野猪 杂交野猪还没来得及 给农民带来财富 这种新型野猪市场 就在21世纪崩溃了 农民望猪兴探 这些原本能够带来财富的猪 变成了累赘 养殖没有意义 只能含泪将其放归自然 对于这种放生行为 当地政府便没有做出 明确的禁止措施 他们认为这些杂交野猪 即便到了野外 也无法在加拿大的寒冬中存活 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没想到的是 这种由家猪和野猪 结合出来的杂交猪 成功继承了野猪超强的 环境适应能力 和家猪的超强繁殖能力 去裂存优 成为了一只只 横行野外的超级野猪 宽广的草地 茂密的森林 随时能吃到自助餐的田野乡村 还有适宜的气候条件 几乎不存在的天敌 这些条件 组成了一个适宜超级猪 生长繁殖的安稳环境 野猪本来就是机会主义的杂食动物 有什么就吃什么 这些超级猪就更加不挑食了 活下来以后 就要开始扩充种群的繁殖大业 母猪长到6到8月以后 就具备了繁殖能力 每年能够产二胎 一胎4到12只幼崽 有着杂交出来的超强基因 幼崽的存活率更高了 经过几代以后 这些杂交野猪的数量被增 凭着超强的实力和事宜的环境 即便每年有65%的杂交野猪被杀 他们也能迅速重整旗鼓 三年内就能恢复到之前的数量 超级猪大军很快以数量优势 占领加拿大南部省份 他们开疆阔土的鹅野望并不止步于此 坚硬的蹄子开始迈向南方 美国北部各州接连沦陷 南部也开始告急 萨斯卡切温大学的教授瑞安布鲁克表示 这种猪是地球上最具侵略性的物种 任由它们继续蔓延 或将成为全球生态灾难 一时之间原本餐桌上的美食 变成了让北美弹猪色变的恐怖存在 家猪和野猪杂交出来的超级猪 不仅有野猪勇猛的战斗力 还有家猪聪明的脑袋 1988年 一头超级猪在佛罗里达机场跑道上漫步时 与即将起飞的F-16战斗机正面对上 野猪奋力一撞 导致战斗机失控坠毁 好在驾驶员及时弹射捡回一条命 如果人类与这样一头超级猪相对 它的巨大獠牙暂且不论 但是这足以损毁战斗机的致命一撞 人类的小身板就完全无法抵挡 不过野猪氾烂伤人事件 在我国也同样发生过 我国野猪约有200万头 安徽休宁县境内就有7000头 该线自2016年发生了 1937野生动物致害事件中 大部分的凶手都是野猪 可见野猪氾烂成灾 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命安全 除了伤人 野猪主要的危害 还有危害农民的经济作物 野猪通常都是几十头一起出没 而且食性杂 地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春吃种 夏吃叶 秋吃果 除了啃食农作物 它们还会拱翻农地 水田田梗 踩踏摧毁正在生长的植物 据统计 超级猪在每周一年造成的经济损失 高达15亿美元 在我国 野猪每年对农业带来的经济损失 也高达10级亿元 除此以外 这些超级猪身上还携带着30多种病原体和37种寄生虫 它们在水中排泄以后 病菌会在水中大量滋生 将水里的水生生物大量杀死 破坏生态环境 人类在接触这些水以后 同样会受到这些病菌的威胁 比如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播 就危及到了当地其他养殖生畜 造成更多的经济损失 这些没有边界感的超级猪 还会闯进人类居住地 引发交通事故 损坏公共设施 引起居民们恐慌 除了对人类的危害 超级猪的大量出现 对大自然的平衡生态 也有着巨大的打击 它们数量激增 挤占了其他动物的栖息地 大面积采食植被的根莖叶 不仅使其他食草动物的食物减少 还会使森林植被减少 造成森林造氧功能降低 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出现 超级猪造成的食物水源的过度消耗 将造成许多动物减少甚至灭绝 美国被超级猪入侵之后 政府最先想到的 竟然是想办法给它们避孕 美国最初想利用避孕针 来减缓超级猪的繁殖速度 但经研究发现 这种方法成本太高 而且猪体内的药剂降解时间太长 可能会危害其他的生物健康 这个方案只能就此作废 于是美国开始了另外一项措施 猎杀 2001年 美国部分州政府号召民众去猎杀野猪 美国牛奶们响应号召 手持猎枪或乘坐直升机对猪进行捕杀 每年至少有50万头野猪被杀死 一些公司甚至还衍生了付费猎杀业务 游客们只需支付3000美元 就可以享受两小时的猎杀野猪体验 刚开始成效显著 但还是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 首先是这些超级猪会想方设法逃命 会被人为筛选留下更聪明勇猛的后代 反而给今后的野猪治理增加了难度 另外付费猎杀的方式本质是以盈利为目的 一旦野猪被杀成保护动物 它们就没得钱赚 这不是那些公司希望看到的 还有那些具有相关资格证的猎手 虽然能够合法猎杀野猪 但野猪并不能引起它们的兴趣 因为这些野猪口感不好 皮毛粗糙 经济价值低 并且携带大量病菌 同时运输成本也很大 属实划不来 如果杀死以后将其留在原地不管 还要面临巨额的罚款 对比之下 我国的猎杀行为就更加的规范 更能调度积极性 比如 为了解决安徽休宁县野猪长期泛滥的问题 2021年 县林业局批准了9个乡镇使用枪支猎杀野猪 命令下达后 每个乡镇都组建了专业的狩猎队 队员需要经过层层选拔才可担任 政府为他们配发了狩猎证和持枪证 被打死的野猪 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种是掩埋在远离水源公路的地方 掩埋深度不低于80厘米 另一种是移交给相关部门助理 按照当地补偿政策 就地掩埋一头野猪奖励1000元 上交统一处理则奖励1200元 在上个世纪70年代 野猪因过度捕猎和栖息地丧失 导致数量巨减 为了对它们进行保护 我国政府于1980年将野猪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后来野猪数量恢复快 又变成三有保护动物 然而它们恢复的速度 还是远超人类的预计 如今野猪已被移除三有动物名录 捕猎野猪的手续得到进一步简化 但这也不代表能够随意捕杀 还是需要自己有足够的本事 并得到政府的批准才行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五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 感谢观看